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 现在是美东时间4月11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每日游报 日前,有一位纽约人 希望嫁给自己的成年子女 并提起诉讼 试图推翻禁止乱伦行为的法律 他称,这是个人自治的问题 据纽约邮报报道 根据这起诉讼的法律文件显示 这对提诉的配偶都是成年人 关系是亲生父母和子女 并无法共同生育 但文件没有透露确实的性别、年龄和关系 这位家长保持了匿名 因为他也明白 他的要求在道德、社会和生物学上 使很多人难以接受 根据纽约州的法律 乱伦是三级重罪 最高可判四年徒刑 乱伦的婚姻被视为无效 配偶将面临罚款 并可能面临最高六个月的监禁 该诉讼要求法官宣布 禁止乱伦的州法违宪 不可执行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劳尔表示 之前的确有过案例 使家长跟婴儿时的子女 分开几十年后 重聚并发生感情关系 但他认为 这不是社会的大趋势 只是记录上的个案 他说 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会同意 政府有权制定规则 即便这些规则 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 根据美国联邦提供中心的 疫苗副作用反应报告 从去年12月14号到今年1月13号 全美共通报超过7000例 疫苗副作用的反应时间 其中79%为女性 通报症状主要包括 头痛 疲劳 晕眩等 专家表示 造成这些结果 可能是因为男女生理差异 心理差异 以及疫苗临床实验时的性别偏差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卫生学者 罗斯玛利表示 从生物学观点来看 女性体内会因疫苗而激发出 比男性多两倍的抗体 另外 由于免疫细胞上 有较多的雌激素受体 因此 这也会导致女性 在接种疫苗后的免疫反应 比男性更激烈 另外 荷尔蒙的差异也是疫苗反应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外 女性的体重平均比男性要轻 但在疫苗临床实验中 受试的成年人 不分性别都按照相同的剂量接种 这导致女性接受到的抗体 可能高于她本应接受的剂量 这也是导致女性反应 比男性更激烈的原因之一 因此 专家认为 即使女性的免疫反应比男性激烈 但接种疫苗仍然是安全且有效的 据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 有近40%的海军陆战队成员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因此 多位民主党议员致函总统拜登 要求设下实现 规定军人必须接种 据媒体报道 在12.3万名已有资格接种疫苗的 海军陆战队成员中 有4.8万人拒绝配合 有的说 想让其他人先打 也有人说 自己已经从其他途径注射 也有人表示 自己对疫苗过敏 或只会在军方强制接种时 才会接受命令 据统计 已经接种疫苗的官兵比例 只有60%左右 低于军方最初预期的66% 有官员认为 民众犹豫打疫苗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疫苗研发的时间太短 以及害怕疫苗的长期效果 根据规定 国防部无法强制现役官兵接种疫苗 但总统拜登身为三军统帅 可以对此颁布命令 因此 国会已有7位民主党议员 在上个月向白宫写信 要求拜登下令 所有军人必须注射新冠疫苗 信中表示 国防部虽然已在努力宣扬 疫苗安全有效的信息 但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 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尤其是北卡州的乐群营 官兵拒绝接种的比例 高达57%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 媒体揭露 黑人的命也是命的 联合创始人卡洛斯 在加州洛杉矶的白人社区 刚刚买入一套价格100多万的豪宅 据报 37岁的卡洛斯 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但外界发现 他于上个星期 刚在托潘加峡谷 购买了一套价值140万的豪宅 这套房子有三间卧室 三个浴室 房子所在的社区 距离马里布海滩 约15分钟的车程 社区内88%的住户都是白人 非议只占1.8% 据悉 卡洛斯从2013年 开始投入非议民权运动 当年他和加尔萨 托米提等人 成立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 目前该运动的领导层 已出现严重分歧 加尔萨和托米奇已经离队 组织内的资金状况也不清楚 外界不知卡洛斯 是否通过该组织再发薪水 除了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外 卡洛斯在去年夏天 还担任了黑人的命也是命 全球网络组织的领袖 负责协调地方峰会的行动 去年5月份 尼尼苏达州非议男子弗洛伊德 遭警察押紧致死后 黑人的命也是命 在全国高调发起一连串的抗议行动 去年10月 卡洛斯又和娱乐公司 华纳兄弟签署了多项平台协议 去年媒体曾报道 卡洛斯在非裔社会运动群体中 并未受到普遍欢迎 有些地区的参与者表示 他们只获得了很少的资金 甚至没有资金 其中个别分会 甚至只能依靠众筹来维持开支 另外还有报道指出 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网络组织 通过签流组织 过滤捐款 使外界难以追踪资金的流向 据悉 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 共筹集到9000万美元的捐款 但儿子遭警察射杀的男子 布朗 联合该组织的其他成员 已向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网络基金 追讨2000万美元的款项 布朗称 自己和成立的倡议组织 都被黑人的命也是命欺骗了 从来都没有获得过 该组织的一分资助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篇 来自世界日报的报道 日前 纽约大学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戴维·德恩 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 华语记者周孟元采访时表示 他否认美国社会 对亚裔的广泛歧视 并且认为 亚裔遭到歧视的说法 是中共炒作出来的假象 为的是挑起美国的种族分裂 据世界日报报道 该报曾尝试联系德恩 但发出多封邮件 都未得到回复 据德恩的同事 同属纽约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的 终身教授雄介表示 他和德恩共事多年 他说 德恩不是哗众取宠 或指路为马的人 他的太太也是华人 所以我绝不相信 那位华裔记者 所报道的言论 在这篇名为 拜登重建太平洋关系之际 反亚裔攻击 侵蚀美国形象 川普的反中言论 被认为 是对亚裔美国人的偏见之源 文章从社会 历史背景 及新闻事件 阐述了亚裔的处境 报道写道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亚裔移民 一直被认为 是模范少数民族 在欧洲裔美国人的眼中 亚裔移民 比其他移民群体 更成功 更勤奋 但在政治上 却不那么积极 该记者随后引用了 德恩的一段话 称 亚裔移民和亚裔美国人的 工资收入 高于美国的平均水平 在考试方面 也比美国人的 平均分数要高 以此证明 对亚裔的歧视 并不存在 文章中还写道 就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而言 亚裔美国人的收入 甚至超过白人家庭 但这也为那些 否认反亚裔情绪 日益高涨的批评者 提供了弹药 认为亚裔的生活水平 和教育程度 表明他们没有受到歧视 这名华裔记者 随后将德恩的采访内容 以链接发在推特上 并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他写道 纽约大学美中关系中心 主任告诉我 美国并不存在 对亚裔的广泛歧视 认为这是中共的说辞 同时也因为 我们挣的钱更多 考的分数更高 就在天文 引起了一些网友的不满 有人称 德恩认为 亚裔没有被歧视的 那些因素 恰恰是歧视亚裔的 情绪来源 日前 纽约皇后区检察官办公室 仇恨犯罪小组 主管律师 布云尼 针对犯罪事件 及仇恨犯罪 进行了法律上的解读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究竟仇恨犯罪 是如何定义的 第一个问题 问 仇恨犯罪的定义是什么 律师答 受害者如果信奉某个宗教 从宗教庙宇走出来 或以非英语打电话时 而成为攻击对象 而受害者不能改变的因素 例如 种族 性别 肤色 宗教受到的伤害 这些伤害 不仅在于个人 也会扩散至受害者族裔的社区 甚至整个社会 仇恨犯罪通常涉及 人身攻击 及心理上的伤害 第二个问题 问 仇恨犯罪会扩大吗 律师答 会 仇恨犯罪通常会出现 羊群效应 和模仿犯罪的现象 第三个问题 问 纽约亚裔仇恨犯罪的现状如何 律师答 因为有人说 新冠病毒来自中国 因此亚裔在过去一年中 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除了饱受言语攻击之外 也有被袭击的个案 第四个问题 问 普通犯罪和仇恨犯罪 在判案上有什么不同 律师答 如果受害者以三级袭击罪起诉 将判处一年监禁 如果以仇恨犯罪三级袭击罪起诉 则会判一年以上 整体而言 仇恨犯罪的判刑 会比普通犯罪更高 第五个问题 问 如何界定仇恨犯罪 律师答 如果有人大声骂你 滚回你的国家 而没有行动 那么这不属于仇恨犯罪 但如果他大声骂你 叫你滚回你的国家 然后打你 踢你 这种仇恨言论 加上肢体接触 就属于仇恨犯罪 第六个问题 问 仇恨犯罪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律师答 是动机 嫌犯必须有仇恨动机 再加上行动 才能控以仇恨犯罪 例如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 或嫌犯自我认罪 或嫌犯有仇恨言论的历史 或根据他身上的文身 涂鸦 脸书上的言论 来判断他的仇恨动机 有时候 警方和检察官会找心理专家 来界定作案者的动机 第七个问题 问 为什么受害者要报案 律师答 因为只有报案 才能将这些嫌犯控诉 才能制止羊群效应 所以 纽约市警方设立了 仇恨犯罪专案组 来解决问题 现在除了警方之外 各区检察官办公室 都设有类似的小组 或移民小组 来协助因语言障碍 而不敢报案的人 第八个问题 问 如果有人骂你 滚回你的国家 你不属于这里 而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受害者应该报案吗 律师答 除了谩骂 需要加上行动 才能以仇恨犯罪报案 如果只是被谩骂 我认为 还是要找警察 以普通滋扰来处理 因为一个人 指着你大骂 很可能会因为精神病 或情绪问题 做出进一步的行动 而警方或人权局 会按照那个人的历史 或过去的言论 来找出是否应判定仇恨犯罪 第九个问题 问 如果没有任何言语 有人突然向你吐口水 这属于仇恨犯罪吗 律师答 向你吐口水 而没有任何言论 应以滋扰罪起诉 如果向你吐口水 而加上辱骂言论 则可以仇恨犯罪起诉 如果可能 那些口水 可提供给警方 作为DNA 成为仇恨犯罪的证物 第十个问题 问 现在压抑老人 妇女 无故被推 被踢 被袭击 但不一定有语言冲突 这该如何处理 律师答 我鼓励报案 只有报案 才可调查作案者的历史或背景 警方或检方 才可以普通袭击罪 或仇恨犯罪来判案 第十一个问题 问 因为新冠疫情 针对亚裔的攻击现象 突然变多 警方可否将这些事件 以仇恨犯罪来定案 律师答 不可以 因为不想让一些受害者 为了报仇 把一些普通袭击案夸大 而说成仇恨犯罪案 这样一来是说谎 二来影响法官判案 如果硬把普通犯罪 说成仇恨犯罪 这样会妨碍法官 及陪审团的判断 最终真正的仇恨犯案者 却没有得到惩罚 而继续上街作案 下面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美国疫情 截至2021年4月11号 上午11点 全美确诊人数 累计3157万9481例 累计死亡人数56万9716人 今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 60737例 死亡715人 纽约州今天新增4825例 死亡46人 加州新增2770例 死亡104人 新泽西州新增2864例 死亡32人 休斯顿新增235例 死亡47人 芝加哥新增1620例 死亡5人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本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